双子座的朋友大家好,好久没见,新年进步 那,对了,很久不见的时候,我有没有任何的电话呢? 我的朋友说我变胖了 还有,我有一个小豆豆,非常的讨厌 那无论如何呢,双子座在这个农历的正院里面 你们的运势,给自己多一些希望吧 因为我看到你们会非常非常的迷茫 叫迷茫吗,对吧 就是你们会就是很confused 很多的一些疑惑 就是不知道,不清楚 就是要怎么去选择之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那个守护性水星 在你们的后天九宫就在水平座,在十三度 同时呢,它正在六分 你们对共在射手座的火星在十四度 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坏的能量 但是就是说呢,你们会有很多的念头 会有很多的选择 会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梦想 然后你们觉得,我要加快去做 要快点去做 快点去做 但是其实,你们去认真地想一想 其实在外面没有什么人去再推你 要去快点做,去再push你 其实是你们自己在push自己 那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火星的那个能量 所以你们要自己去push自己 然后你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 你们就,就是 不知为什么要,就是十万火急 我们在广东话叫十万火急 就是很急很急的意思 要去很多的理想 要尽快的去完成 但是其实,你们双子座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planer 你们是有很多的点子 但是,点子 但是你们不是 你们去,要去执行的时候 不是,那个不是你们最大的优点 所以呢,你们就是会觉得 哎呀,怎么办呢 整个世界就是好像灰色的一样 但是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机会给你 但是就是一下子,一下子就是太多的机会 太多的想法 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你们就好,不开心 那最后呢,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结局 很容易你们就会变到 变成一不做,二不休 就是你们干脆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什么梦想也去放弃了 所以,你们说你们自己是不是 就是自己找来,对不对 那,你们要提醒自己 如果有一些很多机会去可以做的话 你们其实要慢慢来 慢慢去分析一下 每一个东西,每一个options的好处坏处 然后自己慢慢去想 不要去扑自己 要做得很快很快 因为把东西做得很快 不是你们的那个常数 我告诉你们 特别是在这个正月 所以不要,有很多的 就是好像你们去吃那个buffet 自助餐 是不是叫 你们在大陆或者台湾 也是不是叫自助餐 我们香港人我们叫几桌餐 就是自己办住自己的那个大餐 就是,你们懂吧 OK 那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你们可以去慢慢去选 你们不用一次过去吃很多 什么也想吃 什么也拿 然后最后什么也吃不下 会造成浪费多对 不环保吗 对吧 所以你们不要 把东西做得太快 慢慢来就可以了 那最后我再讲一遍 新年进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